经过上个球季例行赛第三名 并闯进季后赛第二轮后 绿山军台皮今年季外 虽然走了张荣轩 林瑞坤和吴敏贤等主力 但也补进陈立焕 吴奉承和苏伯璋这三位极战力 除了在后卫 前锋和中锋这三个位置上都有补强 身高189公分 上季在台英打出身价的高空位陈立焕 更被期待能够成为新球季 改变战局的X Factor 那篮球场上其实真的除了条件以外 大家最不外乎很要求球员的两个东西 在他身上其实都有 就是要有一个好的脑袋 再加上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 因为他本身不是所谓一级的大学 或者不是一级的高中 所以让人来到了这个舞台 来到了中华队 来到了SBL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更积极 更珍惜 所以你可以看他在场上 好像似乎眼神永远保持是一个很专注的状态 那我觉得基于这两点 台皮补进了他在防守的部分基本上就加分了 迎接新球季 对台皮这种拥有光荣历史的传统强权来说 目标当然是SBL总冠军 但球季成不成功 毕竟有很多衡量的标准 对年轻球员来说 先别急着把压力灌输在他们身上 基本上先求他们今年原则上目标设定在进前三 就是在例行赛结束的时候 我认为他们把自己设定在前三 我觉得算是蛮合理 就是不用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那进了前三以后到了季后赛 以他们这些打过所谓决赛的 甚至打过冠军的 包含周军团教练有这么多冠军经验的 到了决赛一场一场打 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问凭冠军 确实 尽管本土主力资历都还算浅 洋将和其他球队相比也不算强势 但绿山军除了有冠军经验丰富的周军三 执掌兵符 蒋玉安等新生代好手年轻归年轻 也都已经有过大赛 甚至是冠军经验 新球季一步一步慢慢来 以战养战 持续成长 等到季后赛来临时 相信谁也不敢小看这批后起之秀 过来TB新闻 采访报道